韩红为何终身不嫁 别的明星做公益 很多是为了炒作 还有做给社会看的 而韩红可以说是拿生命在做公益 全身心的投入 今年48岁的韩红 到现在还没结婚 却有一个儿子 虽然不是他亲生的 但是他对他比亲生还亲 韩红的儿子厚厚是一个孤儿 亲生父母以外身亡 而厚厚是他亲生妈妈用生命保护住 所以才逃过一劫 韩红自小没有父亲 他知道失去亲人的那种感受 所以他收养了厚厚 从此以后为了儿子韩红疯狂的做慈善 甚至自己还说自己可以捐赠所有财产 而他为了给儿子更多的爱 决定终身不嫁人了 关于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方面 韩红很少提到 关于外界的舆论 韩红表示也不在乎 就是想抚养这孩子而已 给他更多的爱 在舞台上谈到公益 韩红总是激动的流下泪水 甚至有次都担心下跪 感谢所有做公益的人 他不是演员 他表现出来的是自己最真挚的感情而已 看到韩红的势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公益 虽然我们不是富翁 但我们也可以紧自己的棉薄之力 张艺山与韩红是何关系 张艺山 韩红两个在娱乐圈从未有交集 甚至都很少出现在同一活动中 日前竟爆出两人竟是估值关系 张艺山其实是韩红的侄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俩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呢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很好奇 靠着亲戚的名声出名的演员很多 比如陈贺 谢霆锋 马思纯 房祖明 张默等人 可步入演艺圈后 能让自己的名声与亲戚 齐平的人却很少 近日韩红自爆张艺山是他的侄子 这把杆子打不着的人 突然有了一层亲戚关系 真是让人想不到啊 16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 由韩红爱新慈善基金会发起的陪你一起过冬天 行动正式开启现场 韩红不仅向环卫工人捐赠了暖心包 更顶着零下七度的韩风 雨里一风 张艺山 金池 春泥等明星一起清扫大街 体验环卫工人的辛苦 韩红爱新慈善基金会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 魏东城区的环卫工人筹备了5360个暖心包 价值近百万 很多明星也都向基金会和韩红微信捐款了 包括蒋新 刘涛 孙丽 樱桃 金池 谭维维 文章 吴以凡 张艺山 袁全 周冬宇 Face 杨幂 孔维等等 吴以凡 张艺山都是10万 刘涛是20万等等 据统计 通过基金会和微信转账的总金额将近128万元 群访环节 韩红除了介绍这次公益活动外 还暴露一个惊天的秘密 称张艺山是他的侄子 从小到大没公布过 嗨 加油儿女 时 我和他爸妈几乎没管过他 是自由生长 我很欣慰这个孩子很有爱心 对老人很孝顺 韩红表示 以前没踢过张艺山不是因为他没名 而是不希望他在光环下成长 现在把他带出来做公益活动 是因为他有粉丝量 可以一起做慈善了 我希望他长大了成为一个艺术家 像李雪剑老师那样 而不是小星星 星星虽要眼转瞬即逝 但是慈悲可以敞住人间 随即 记者也采访了下张艺山 他表示我大妈以前是西城环卫的 也是环卫公 对于是韩红侄子的事情 他还向媒体爆料 称韩红说以后要给自己立规矩 这消息可真是令人震惊不已 不论如何观众也猜不到这两人的关系 长得又不像 也没有太多焦急 韩红最后可算是身来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